所以第五章我们进入到善报章 善报章就是谈到善有善报了 这一章都是正面的行为 而这一章里面所举的内容 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举目皆可见 我们自己本身都可以在生活里面 把它行诸于外的 所以第五章善报章是讲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身口一三方面 做了哪一些正确的行为 你即将得到的果报是什么 所谓善人就是第一句话 什么叫做善人 前前面千万不要把圣人所谓的善人 就定位为做了很多好事的人 那只是一部分的善而已 我右手做了好事 我左手骂人可不可以 文昌帝君英志文啊 里面不是谈到了吗 当年那个愚敬意欲造神 他是文昌帝君的忠实的信徒 他每一个月往外面做善行 去布施去放生 对不对 他也劝人要取法文昌帝君英志文的内容 作为立身处施的一个规则 他是三师啊 财师法师无畏师三师都行啊 那是台面上大家看得到了 台底下呢 自己家境好啊 有用人啊 对用人有没有 急言立色 毫不什么 毫不容忍 在外面一个月放一次声 人家说哎你好慈悲哦 鱼都不拿来红烧的放他在水里游 那回到家里面别人看不见的时候 有没有 杀鸡宰羊 那个愚敬意不就是一辈子做文昌帝君的忠实的信徒 结果从家到从一个中等之家 慢慢的变成一个破漏户 负债闹事无人问 明天要过年 今天年三十 屋里连一块年糕都没有 国内国外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刚过完年 哇年糕之多的啊 真的 马来西亚也是啊 从麻坡到新加坡 后 基隆坡都是啊 因为都是华人 哦年糕 我发觉处理的方法都大同小异啊 你们没有互相在处义的交流 可是你们做的方法居然都一样 所以你看我们的饮食习惯有没有 老祖宗沉下来都有雷同的地方 大家拜祖先一定要有嘛 拜完之后 全部拿来佛堂结缘 真的很好 因为人家是拜完之后就拿过来 当然也不要今天拜完 五分钟又拿过来 太过分了 先佛还没有看清楚是什么年糕 红豆还是黑糖的 对不对 拜个一天两天的无所谓的 拜个一个礼拜也无所谓 但是切记 不要东西腐败拿过来 为什么 后学讲过 千叮咛外交代 给人的东西要好的 他会中你 如果你都把你家里不能吃的给别人 即便别人不知道是你给的 即便别人吃了以后没有泄肚子 没有带来死亡的一个危险 你那份动机都会让你未来生得皮肤病的 年轻的时候 青春豆一大堆啊 是不是老的时候比别人尽快的鸡皮合法 这还叫做小病啊 他身上长一大堆的胎钩啦 台湾话叫胎钩是不是 胎钩啊 要一看触目惊心 那如果在科博到极点跑到触道了 赖皮狗啊赖皮猫啊 看过没有 赖皮狗赖皮猫有人很喜欢抱在怀里的吗 赖粒头啊 各位猜猜这个都叫做皮肤病 这些重的因 他其中一部分就是过去生 拿不洁净的食物给人家吃 我要等着啊 有没有 这样不可以打算 然后我就拿到佛堂 大家分一分啊 一两一嘴有没有 这样打病才不会严重一点 其实现在没有这个情况 过去有 我摸良心讲 所以提了很多次 现在没有 过去有一次一两位了 可能不了解严重性 而我长期观察以后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道清 还都是把他认为 好的东西给大家吃的 真的 那你做的 我还是一句话 吃过你一碗饭 坐过你拉的椅子 走过你擦的地 那这个人 就算他忘了 将来他成道以后 他都要回过头来 还你这碗饭 所以吴卫师可以结善缘的机会很多 也因为吴卫师有没有 真的很辛苦 天寒地冻啊 有没有 真的很累啊 所以真正的善人 是表里如一的 我外面该做的 我做了 我心里面也能够把那个骄傲的感觉拿走了 所以真正所谓的善人 一开始是怎么样的做法 才能够成就善人的一个名声 始于是非不谬 不谬就是没有错误 我在判断对错善恶的时候 我能够很清楚的 做出了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所以这个人很有智慧 所以善人不是我妈走 庆灾走 你如果今天去外面煮饭 你跑到那个左道旁门去煮饭 你硬经点跑到 注意那个左道旁门 各位前嫌 那就是悲哀 那就是慈善 为什么 因为你在帮助修罗道的人 扩张他的势力范围 尤其这个时节 时节因缘 在佛找佛 魔找魔 所以一切的布施要极为小心 即便是同为一贯道 我都要建议你 弄清楚他的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主线 弄清楚他的一个观念 因为有一些人中途便捷 称师作祖 他也说他是一贯道的 有一些人走入旁门左道的时候 他也还是挂着一贯道的标签 所以我们才讲五度如茫 波柔如言嘛 自己不能判断你就小心 我这一路学到的过程 我真的觉得有一点点让我觉得 比较懊恼也比较奇怪的地方 我到南部去讲课 碰到一个别的主线过来听课 他说因为五一当中听到了我们领奖师在YouTube上面的这些网路 他觉得听得很顺 然后就把他推荐到大陆他们的道场那边去 然后夏克和后学聊了很多 在聊完以后聊的过程 他说大陆的那边的道情 希望跟后学能够能够沟通 我们就上网再联络 联络过程他就讲一讲 猛然提到一个人名 后学赫然一惊 因为这个人是我所知道的 一贯道的前贤辈 但是晚节不保 他有那个异心啊 所以早就已经走到另外一条路去了 可是依然带着三彩去什么 去各主线去流窜 后学在他跟后学谈的过程里面 我心里面百般的一个煎熬 我很不喜欢去透过自己的嘴巴去说谁是魔 让我说谁是佛我非常乐意 我真的不愿意随便去污蔑人家什么 可是这个人真的是我清楚的人 他修道是有不良事迹的人 在那边反反复复 他们跟后学齐 然后谈到这个人去那边 也跟他们搭上线怎样的过程 我最终的时候 熬了快一个多小时 我就讲出一句话 我说听后学一句劝 跟这个人保持距离一次安全 因为他的里路有问题 出问题了 他说难怪我在听的过程里面 一直觉得他传导的一些理念 有一些怪怪的 但是不知道怪在哪里 因为自己本身的意理不够具足 他又是属于点传师被 一听到点传师 你把他的话全部照单全收了 你却不知道 他是一个背离天命的点传师 无孔不入啊 我就跟他讲 他在前面一个组线的道场掀起巨浪 把人家三分之二的道场的人 给打坏了 他放天命 一放放二十多只 破坏人家的道场 现在又到另外一个组线了 所以前前门要小心了 那这个人大概放眼 整个班旗 除了我认识 除了我认识 还有一个跟我一起过来的许姐认识 所以要小心啊 前前门一理不依人 理解吗 所以你真正要行善 要是非不谬 我判断的很清楚 我不走那些旁门走道 我也不走人情道 所以他一定要智慧 而且他要有勇气 有的时候我明明知道应该怎么做判断 但是我没有决心各位前门会不会 人与异云最容易发现这个问题 从邪道走到人情道路 我知道对方错 可是我割不断那段情 就跟着他一起错 所以要做正确的判断 除了要有智慧以外 也要什么要有勇气啊 同样的我们看外面的好坏很清楚 我自己身上的好好坏坏 我看清楚我明白了吗 我们讲到自己不好 哎呀我怎样我怎样不好意思 我要改我要改 表示我们明白我们知道了 那改了吗 五年十年没有连根拔掉 原因在于哪里 没有勇气啊 孔夫子在论语讲刚毅 刚毅跟刚强不一样 刚强如果没有人在做后盾 没有慈心 他会变成刚暴 凭着一股意气有没有 他胡作非为 刚毅是 我对于一个圣的毅力 我清楚我明白了 当我需要做选择的时候 我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让这个毅力在我的身上生根 所以不论是跟别人引导 或者是回过头来 他让我们自我的一个修持 他都需要自勇坚全的 然后终于人我两望 所有行的善 对外对人的好 对内自己心性的一个圆明 我都忘了 什么叫忘了 不会觉得自己激功累得高高在上 我只是老老实实 把自己的体悟 把自己爱人的心 我们把它发放于外 这个叫做善人 所以这个善人是普通的 制工团体能做到的吗 他几几乎就等同于君子 等同于圣人的嘛 但是喔 切记我前面讲的 终是最高境界 所以现在我们眼前不够资格 称为一个标准的善人 但是我们在学习做善人 所以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也不要给别人太严苛的一个条件 我们互相提息 互相成全 慢慢一步一脚印的往前走 只要明年的我比今年进步 今年的我胜于明年 我觉得就了堪自卫 当然如果自我要求高 希望月月都有增长 那一定会得到老天的青睐的 那这个标准个人自己立 别人都不要去跟人家去批评的 所以人皆尽智 一个真正外与人行善 与人结缘 然后内能够自我调整的人 他走到哪里有一股善气啊 有一股道德的气氛 那大家都喜欢 因为有道君子嘛 你看孔夫子在中庸上面 最后一章 他怎么形容圣人 圣人走到哪里 天所富 地所载 日月星辰 所照 人可以走的地方 人所到的地方 动物 职务所在的地方 善人都会受到人家极度的一个欢迎 我们也在朝这个方向运作 但是眼前先在家里面 那叫做圆木求雨不可及嘛 所以儒家的思维一向是 学到的过程 修行的过程 是由内而外的 从新的一个调整 振兴诚意 然后修身嘛 生修以后才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乡 然后我们的影响力才由近而远的慢慢扩展出去啊 所以德性越厚实影响的范围就越广啊 当一个人到处都受人欢迎的时候 天道又至啊 我们能够保全上天赋予我们的那一点 灵光里面所隐含的万善美德 那么天道地道跟人道都是来出于大道对不对 道生一嘛 一生二嘛 二是天道跟地道 阴阳二气嘛 然后阴阳二气的结合才有了三嘛 三就是万物嘛 我们人也是万物之一啊 所以人跟地跟天来出是一 都是大道一个分化的作用啊 所以人如果能够锻炼出自己的信德 就跟天合得 跟天合得 天就是你的朋友啦 因为志同道合嘛 不但你在人世间的时候 所到之处 大家都会鼓掌欢迎你 你走的地方 哪怕无人烟之处 老天也跟着你 所以我常说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有一天我们会离开我们的家 离开我们的儿女 离开我们的配偶 你能够留下来是什么 不是家财万败 现在的经济环境顺习万变 过去后学念书的时候 学经济学 个体学总体经济 然后货币银行学 一大堆的学的一些经济的原理 现在完全几乎都不适用了 为什么 因为整个国际社会 瞬息万变 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脉络可以依循 所以留财不如留德 德是立千秋万事而不变的 当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我们的后代的子孙 在我们德性的互聘之下 他可以走得悠游自在 你在天上往下一看 你不会觉得很安慰吗 如果没有留德呢 有没有可能在一瞬间的时候 外面的世界有一个大变化 所有的钱财付助流水 有可能啊 后学就是血淋淋的例子啊 不是出自于我们自己本身的 为非作代 早期父亲也是大户人家 我的夫家也是大户人家 结果一个碰到国共的战争 一个碰到台湾的三七五简租 万贯家才都不见了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一个大门不出的大家闺秀 有没有 然后一个原本是所谓有 有门地的那种公子 两个人才会落魄在江湖相遇啊 我跟我先生啊 很庆幸啊 为什么这一生最大的福报 真的是遇到他 最大福报是遇到天恩师的 有这个道可学 可是在后天的环境里面 因为有我的爸爸妈妈 有我的公公婆婆 有我的先生 特别是我的先生 所以让上天给予我的这一点福报 我能够把他发扬光大 我很感恩啊 但是再感恩 也不要跟他远续来生 来什么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羽子 一个动物一天到晚在飞 有什么好受的 在在家面当植物有没有 任人践踏 也不好玩啊 是不是 就是我们承诺互许道远 修道的路上 依着上天的安排 我们身份有改变 但是我们彼此互相成全对方 走修行的意念 那颗心永远不改 所以身份会改 空间会改 相遇 都是做一个道理 他就会让我们学到的路上 悠然自得 为什么 因为你不孤单啊 那同样的 我们跟我们道场的 这些同修道办 你也可以缔结这样好的因缘啊 所以学到的好处 百百种啊 一言难尽啊 总归一句话 利己 利人 也利我们后代子孙 所以古德讲嘛 天道无亲 长女善人 大道是没有私心的 亲就是不私啊 他没有任何的私心 不会因为谁对他怎么样 他改变他的看法 所有的好只给一个人 一种人 哪一种人 道德兼备的人 所以博得老天的青睐 你就拥有了这个世界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也无非就是 明跟利嘛 我们如果能够得到老天的青睐 就表示这一生我们修道有成 看过释迦牟尼佛没有 看过那个所谓的达摩祖师没有 不是降生在豪门吗 可是因为那个悼念的一个基础 所以即便在豪门当中 他也能够弃之如必喜 回过头来去专度豪门的人 释迦牟尼佛当年他的爸爸 这四个兄弟 什么近犯王白犯王什么王的 每一方都两个儿子 除了释迦牟尼佛自己 其他几个叔叔伯伯的儿子 全被他带到了什么 出家里面 以我们现在讲 哎呀比哎呀 这出来的都没有传宗接代的 有没有 这一家香火断了 有断吗 那个难陀 那个阿难 对不对 那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 阿难陀是他的弟弟 可是每一个人都接受 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引导 每一个人都道成天上吗 也有下阿比利玉的啊 提婆达多啊 提婆达多是阿难的哥哥 所以你看看 龙生九子啊 一个道成天上 一个堕落到阿比利玉去 学习的过程不认真 痴心妄想没去 然后那种邪恶之心没去 把修道当成另外一个名利场 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心态 终究让他引火自焚 所以大家都在修道 大家都希望道成天上 我送你们八个字 这八个字是因为 四月份的祝堂人员班 忠心要后一句去讲课 我就先泄露天机好了 心在哪里 家在哪里 你的家在哪里 你说啊我的家 我的家在老母那里 那你的心在老母那里吗 意思我们的心如果充满了贪嗔痴 三恶道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心如果慈悲喜舍 四圣法界就是我们的家 你练练你的家里面的那个 俗家放不掉 我的豪宅我的交车 你放不掉 那三界就是你的家 心在哪里 家在哪里 各位前嫌 这是专有名词 不可以给我剖窃哦 你们要使用 要经过我同意哦 开玩笑的 都可以用 所以每一堂课 会带给我们体会 所以我们都想回家 回天上那个家 对不对 给你一个很容易的答案 你的心在哪里 那是想回就回的吗 你的家你可以来去自如啊 天上的家 必须你的心念跟他们配给 福禄随之 我刚刚有提到 当我们得到天的青睐 世界就为你所拥有 下面就要印证福禄随之 福禄是由天赐的 福孤禄应该没有问题吧 过去我们不是在举吗 举那个所谓的我们 复原的沉点传师 然后还有 心得的黄黄点传师 然后再加上好像美国有一位 哪一位 还有哪一位我忘掉了 三位有没有 福禄寿 三个有没有老仙翁 福禄寿是我们所有作为凡夫俗子人 所期望拥有的 但是他也不是 你要求凭借着个人的才干 凭借着个人的权势 你就能拥有的 不是的 他是由天赐的 那天为什么赐你独厚你一人 因为你有跟天一样的 厚广的一个德性啊 所以前面有提到嘛 天道又知 我们有德 世人敬重我们 老天保佑我们 接着福禄寿就跟着我们来了 什么叫做自随 自随就是自动的 不是靠过我们后天的努力强求而来的 我没有求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过来了 这不就轻松吗 大家都讲 哎呀人追前 前四脚 对不对 那人如果前追人呢 那就快得很 四个脚追两个脚都一定快嘛 那你为什么不要前追你 你为什么要去追钱 然后追的那么辛苦 气喘如牛 最后有没有 落地的坑坑无百分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以前不懂的方法 现在听了这么多的道理明白了 你为什么不要换一个角度 让那些福 让那些鹿 让那些兽 这样讲好像除了福听得懂 鹿跟兽 你们会以为动物园的 对不对 让所有你希望拥有的好 都在后面 切而不舍的紧追着你跑 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很轻松的路 自己去走 听到的一个好处就是这样子 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成为历史 成为定局 我改不了 但是未来的人生的路在我眼前 我可以自由铺陈 我可以做我的主人 我可以决定我的未来要发光 还是要黑暗 那所有的方法就是用圣人所教嘛 圣人立教的原因不就是如此吗 用种种的道德义理劝化世人 让世人有改头换面 他那么一个良机啊 所以要修身啊 人修一分德便造一分福啊 所以古往今来不是常讲一句话 叫做自求多福吗 我还记得现在人没有 我小的时候啊 逢年过节 逢年过年节的时候 爷爷在爷爷要写春年 爷爷春年写的好 一笔好的毛笔字 秀才出生的 爸爸也是好 爸爸死了以后就是爷爷 爷爷死爸爸写 差点编导 然后我爷爷气的有没有 就跳起来 我爸爸写 写了一笔好字 在那个老人家睡的床的墙壁上 会写四个字 叫做 不是四个字 福地福人居 那也是自求多福的意思 我们活着希望住在一个风水宝宅 然后一口气不来 又希望自己有一个良好的福地 那就是往生的地方可以责应子孙 我跟你说 不免太多了啦 那不好的啦 如果 人选择自己 婴宅的地方 可以庇佑他的子孙 因为他的地理风水好 那中国四五千年来 这么多的朝代就不要替欢 为什么 以前的皇帝有青天剑 他可以观天文地理 以前的皇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 普天之名莫非王民啊 所以土地我要就要啊 老百姓我要杀就杀啊 我给你要你不给我 就宰了你啊 那哪一个土地 好的土地不是由这些王公贵族啊 皇帝所拥有 那我请问你 那你就没有朝代的兴衰了 没有替换啊 那文王不也就 文王建的基业 保他周朝八百年啊 到了东周的时候 没有办法传下去了 为什么 他后代子孙不良嘛 可是问题是 我们不要这样想文王 我们自己能够保几年 各位钱钱 保几年 想过没有 所以人积一份功便争一份力 所以入位钱财是外面 你对人的好 那福跟寿是你灭 你灭自己的无名 这两者的管道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句的俗言 也就是告诉我们 内修己外行功嘛 内跟外要齐头并进的 所以众邪远之神灵魏之 一个人有天道的一个护卫 太上感应篇前面不是讲吗 佛经也好 道家的经典也好 圣人都讲出了一个 我们不知道的天机 那就是人出生了后 左右两间都有什么 都有记我们功过的 善恶童子嘛 左右两间都有 把我们这一生 所做的好好坏坏 原封不动 在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承报给阴司 或者承报给天界 一贯到地址 修行应该是承报天界 那修不好呢 就承报阴司 户籍又转下去了 但人修得好 他的磁场善 磁场善所以 他容易逢凶化吉 有过往的神奇来来往往 看到这个修行人 他头冒白气是善气 白的啊黄的啊金的都是善气 他一眼看到他即将遇到险难 天律有一条 他要跟在旁边去护卫他 他不能四个五度 我还有十家事情要做 所以不管他不管他 他没有他要护卫他 那如果有没有 头上冒黑气 冒灰气 各位前贤 神不会靠近你 我们讲物以类聚嘛 那谁靠近你 同上 同样是乌鸦的靠近 鬼道的 鬼道的众生靠近 所以才讲乌漏偏逢连越野 人的恶行造多了 你会发觉 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过来 那是因为你的 我们的德已经消到 最后一点没有了 前面在没有消尽之前 钱财还在口袋里面 还有一点可以挥霍 挥霍到最后没有了 无形的钱财没有了 所以过去造的恶 就排山道行而来 所以修道没有先佛护佑 你怪得了谁 不怪自己还要怪谁 所以有这么多的 善人善气靠近我们 邪恶之气远离我们 所作必成神仙可济 以你我而言 我们在家修 我们希望家庭圆满 我们希望子孙平安 对不对 我们希望自己道成天上 这些都是你心里所想的 我们也朝着这个方向运作 那他就告诉你了 所作必成 一定会心想事成的 但是前提各位前前 你要修啊 修到什么 所谓善人 始于是非不妙 至勇兼俱 对不对 奸进 然后终于人我两望 善有多厚 那么能够影响的层面 他就越过 所以总归一句话 回过头来 掌养自己的浩然正气啊 一阵可以破百邪 或许过去体质敏感的时候 那个真的度日 真的很辛苦 人家很喜欢看到无形界的东西 我坦白告诉你我怕死了 我到现在有的时候 偶尔还会敏感一点 那个感觉一来的时候 有没有 我第一个想法 惨啊 怕死 我就看到什么 看到我修的不够 假如果修的够 你还怕什么 不会怕 是真的人如果你面干净有没有 他外面的磁场会变的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 内修得外积善 以一个赤诚之心 感动诸天神圣 以这样一个真功实善 让所谓的无形界的邪魔歪道 不敢靠近我们 让有形界的那些的邪魔歪道 也不乐于与我们接近 因为我们跟他到不同 不相畏谋 那一旦我们如此按部就班去做 有一天时间到了 公元国满就位列先班 那欲求天仙者 当立三百善 欲求地仙者 一千三百善 地仙者 三百善 那这个是谈 道家的修养 也有分为上中下三圣 儒门里面称圣跟贤嘛 对不对 那贤位就很像阿罗汉一样 圣位就很像所谓的菩萨跟佛 在道家也是 也分上中下 最高等级的叫做大罗金仙 那就是位在里天的一个位置了 那其他的呢 有天仙有地仙 这个地仙就是它接近我们地球 它的飞行的速度没有办法超得更高 因为你在人间行的善 就很像我们坐飞机 各位前嫌 前嫌们如果有坐过从台湾到大陆的飞机 就像后学如果要飞到福建去啊 飞到泉州 那因为它离我们距离很近 所以飞机没有飞得很高 我是不懂得航行的原理啦 但是我只知道 我要飞往大陆泉州的时候 那个飞机下面的 地下面的那些的景物 看的都蛮清楚的 换句话说那个飞机飞的高度没有很高 对不对 然后到月 比如说我们到日本到美国 四个小时八个小时十几个小时 那那个飞机的体积一定要大 而且它要大的时候 它的带油量才够嘛 要不然你半空中飞到一半就要停机了 对不对没有油了 那飞的高度是不是更高 就像我们在人间 我们修的内在的一个火候 外在所行的一个扇 它就是你这架飞机 你有多少的油量 可以支撑你飞的多高啊 那越往上它的条件 越严苛的 所以在道家里面 或许有查一下资料 天仙飞升上界 异于天者 这是在出离 这个所谓的地球天上面 那所谓的地仙就是在 在我们这个蓬莱仙岛 在我们这个人间 这个世界有没有居住的 还有一些修炼的人 叫做地仙 他飞行的高度不能很高 讲一个比较显化素柔动静 我在当年刚学到的时候 我道心 后学的道心非常的猛 后学早上一定固定五点半送经 送到早上六点半 然后就开始去做假事 因为要准备孩子要吃早餐嘛 然后做午餐 这是固定的形态 晚上九点半送经 那就是先生啊 儿女一起送 大概送到十点二十分左右 这是我每一天的功课 一定要做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道心太猛啊 切切切切切切实实 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梦 那是在楞严经后来读楞严经的时候 发觉他的一个记载 当然当时佛陀是说 哎呀这些话 你有这样的境界 有这样的一个梦境 不要说给别人听 我在这边讲是跟各位讲讲 我自己实际本身 就曾经在那样子一个强烈勇猛 道心的运作之下 我做过那个梦 而做那个梦之前是完全没有读过楞严经 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你会发觉 随着我们的 你经读的越多的 那个心的收射就越强 你会发觉自己在飞 每一天晚上你会在飞 你开始飞的时候 那个肚皮啊 是这样在飞的 不是像太空超人修波门这样飞的 是飞在那个地方 然后下面是草 然后那个肚皮有没有 就贴在那个草的顶端 好像要上上不去 可是它又不会沉下去 就肚皮就插着那个草有没有 快速的往前奔穿 你觉得你在飞 但是实际上你的地面不到三尺 然后再过一阵子有没有 要经过一两个月吧 我也记不了那么清楚了 你发觉你在飞 那个飞的高度有没有 已经不是在那个草地上面 是在屋顶上面 好快啊 就从你那 屁股一身就 你这是做梦啊 我先讲做梦啊 不是真飞啊 真飞就是驾慧细龟 那这个梦也不是天天有 就是一个梦完之后 有没有 那过了两三个 又出现一个梦迹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大概累积一两年吧 其实不清楚确切的时间 哦 那个飞行速度很快 咻的一身有没有 你可以看到好像很多很多的 外面的一个景致 那个夜景 你知道吗 好像一瞬间都在你浏览之下 所以我在研究到天仙地仙的时候 我就恍惚一种感觉 那种飞行应该就像我讲的 那个肚子贴着什么 贴着那个草啊 草上飞啦 这样子在飞 我现在因为意理上 研究的比较多一点点 我就约约理解到 其实这个就是你内在的一个 上天就是你内在一个东西的 一个在变化的时候 有没有 它就会呈现出这样子一个 一个情况出来 但说那你现在在哪里飞 我先告诉你 现在两个脚抬在地上 飞也飞不起来 什么意思 学到的过程 它内生一定要相对的提升 论倒血 现在的我跟25年前 真的有显著的差别 论休养我不及25年前 这就是我一个相当感慨的地方 人有时候读的越多了 意理对自我的约束 反而越来越淡 这是我自己很深刻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前前分享 不要认为我的修得越久 我的修为就越高 未必 我从我自己身上就看到 可是有一个好处 因为看到了 就会有一个警觉心 就会去做一个调整 那这些东西就是 曾经在读任言经 才恍惚大悟 哇 好像 真的人在学到的过程 有那种一个 一个瑞辨的一个过程 当然你不要把这个相 一直放在心里面 我以前是不觉得怎样的 我因为我以前常做梦 修道以后没做梦 所以对做梦也不觉得特殊 那现在是觉得 OK 原来就是代表 当时真的道心勇猛 而现在对自我的约束力不够了 所以这一千三百跟三百三 各位前前 他只是一个数字 你不要天天去算 我今天度几个人 我觉得几次前 我带了几个人 我讲了几堂课 我煮了几餐饭 你千万不要去算 累积到一千三百 差不多了 做天仙了 不做了 很累啊 各位前前 那我要怎么样去累积 让我能够做天仙 那很简单 舍己从人 最后学就举一个七真史传里面的一个故事 跟各位前前听 七真史传里面有个叫做好太古 跟这个他们七位一起修嘛 那这个好太古在学到有成的时候 他就走到了西越华山那边 这个我打错了 是华山 华山西越就是我们中国的名山 叫做华山 他去到那边看到那边的风景秀丽 有没有 然后高山耸立 觉得是一个修道人 修静的一个好功夫 道家人都讲究静功嘛 也就是我们讲的参禅党座 他觉得这个地方修静是很好的 所以有没有 他就攀登到高峰上面去 他本身江太古在早期没有学到之前 他在家里面他是一个石工 石工就是我们讲做木工啊 过去有很多东西石墨啊 都是用石头做 他是一个石工 所以他随身有带着枣子跟斧子 他也本来就想找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去修静功 他看到走到一个高山距离 觉得很好 所以有没有 他就在那边找了一个好的地方 他就拿出他的枣子 就在那边凿那个洞 凿了半年多有没有 在一个山壁的旁边凿出一个洞 大概一个人坐在里面 刚刚好 他是要说禅功的修定功 所以不需要很豪华 也不要装冷气嘛 所以他就在那边 打完了以后有没有 自己进去觉得 哎 坐起来刚刚好 不用再打了 花了半年多的时间 结果他出来的时候 要把工具收拾起来 后面就带斗力人就过来了 道兄啊 这个洞给我好吗 然后讲完话 还没有等好泰国回应好不好 他就一屁股坐到山洞里面 眼睛闭着不起来了 各位钱 如果你花了半年的时间 你苦心的做出一样东西 那个人就打了一声 兄弟借我好吗 还没有几点一声 他就把你拿走了 各位钱 你会怎么想 我不找他算命 一把把他拉出来 对不对 好泰国没讲话 反正就是给人缠坐的嘛 所以我用他用都一样 他又去别的地方打 十多年来 各位钱钱 那个打石头不像现在啊 电磨什么很方便 是那个一早一早潮出来的 十多年打了七十二个洞 没有一个洞他用得着 因为都在即将完成的时候 有人过来不经他的同意 就坐进去 他都让 各位钱钱 我们做得到吗 为什么讲这个故事 我们认为那个善要多大 没有多大 一个十动而已嘛 对不对 可是 好泰国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成就了 所以我讲嘛 一千三百善到底有多少 不必 不必算他的数字有多少 在在处处懂得舍己从人 别人在煮饭菜 手脚忙不过来 我抽个空 帮他摘摘菜 帮他拖拖地 帮他整整椅子 各位钱钱 这个都叫做舍己从人 所以物与善小而不为马 基小善可以成大善的 愿代代表你的心里面 常常把别人放进来 你希望能够在力量能够付出的地方 你都愿意替别人做 有这样一个心念 数字大小就不重要了 就不用去算了 那前提是 这一千三百善 要把过去生造的恶要还完 缺人要先行 所以最忌讳的是 我过去欠的还没有还 现在一面赚钱也一面在撩钱 我继续欠 什么意思 脾气毛病没有改嘛 那前面永远还不完 现在都是家家减减扣扣 年底探几颗 或者算一算很不幸的 还要倒赔个五块十块 这个就是穷一生的岁月 修道没有交出好的成绩 但冤枉自己啊 真的是冤枉自己的生命 所以讲完这五章的这个 善报章 我们看到第六章 诸二章 诸二章的内容相当相当的长 内容相当的繁复 它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世间的人 在人世间行善的人有 但是少 作恶的人多 所以老子在提醒我们的时候 他就必须把我们日常生活上 常常犯的错 点点滴滴把它剖析出来 所以我们前面去众善奉行 是积功累得 后面千万要诸恶莫作 我在这边要提我们的熟连姐 熟连姐最近礼拜四都看不到她 因为她去工作 她有她的必要 她的事情后学很清楚 礼拜天接大班完毕 后学跟她聊了一下子 她有过来参班 礼拜天放假嘛 她就来参班 我们就聊 就聊她的近况 她是让后学觉得很得意的一个人 她进我们这边的道场没有多久 大概五年还六年吧 五年还六年 讲五年还六年 是她真正投入到道场 在这之前断断续续跟道场有联系 这五年六年 对她的家庭生活 产生多大的一个改变 都是往正面的在运作 她今年告诉我 连我先生都改姓了 改姓不是 不是换掉她的爸爸的姓 那个姓子都改了 从暴躁有妙 变成可以接受老婆的一个 善言善语的劝导 她跟后学讲 我说你熬出来了 这一生最恶的缘 你挑战了 你超过了 也不过就五六年 各位请想 所以她很感恩 所以她有机会的时候 她时间配合 她就会来道场去帮班 最重要的是 不是她外面做多说少 她里面的观念 她的修养 她真的是做一个 三百六十度的翻转 这就是佛讲的 一抱随着正抱转 正抱是我们的心 当这个心感 再也没有任何怨言的时候 她真的做到没有怨言 她外面的环境 给她五年给她六年 就逐一的在运作 一切都往良善在发展 所以请想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事例 所以人家用五年六年 我们八年十年 为什么改不了 外面有座 里面的心进化的不够 包括这个身体的健康 各位请想想 都跟你的心有关系的 释迦牟尼佛也这样说 《易经》里面 中国的古老思想也这样说 我们的心里的运作的情绪 活动的层面 会带动我们生理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心里所有的负面情绪 其实加总起来 她没有离开贪嗔痴三毒 所以不断的去剿灭自己的贪嗔痴三毒 就可以让我们很悠悠自在的 在人间有幸福圆满的生活 然后百年之后 我们有另外一个快乐的天堂 可以在里面继续学习 所以除了众善奉行 它是积极往外 请你们不要忘记 诸儿莫作 该做的不做 尤其是修道人 那么你的戒律不圆满 那我们不该做的做了 那更不用讲 那就交出了空白的成绩单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